打击犯罪不间断 华联港警总队相继在9月份逮捕两名人口贩运集团成员后 持续上上溯源 并在10月份进行第二波的全国扫黑专案行动 港警总队兵分六路成功逮捕到11人到案 撤离瓦解以业性嫌犯为首的犯罪集团 有效防止再有被害人受骗出国 华联港警局8月初截获线报指出 有名27岁的金星女子疑似遭有人以高性诱骗 以集团式一条容服务将她送至简朴载 警方巡线追查成功在9月份逮捕两名涉案的人口贩运集团成员 并在10月份进行第二波全国扫黑专案行动 仇视波茧向上溯源成功逮捕11人到案 彻底瓦解以业性犯嫌为首的犯罪集团 业嫌为中国大陆长虹娱乐在台代表 手下成员分成负责代办护照 安排住宿机场接送 利用高薪广告来吸引媚者良心将国人诱骗至简朴载 过程中如有未听从指示出境 便以恐吓暴力 拘禁人身自由等方式 强迫出境至简朴载 犯罪行径相当恶劣 仅仅指出 慈安孩疑似涉有黑道帮派从事献上不义诈骗 并借此牟利 透过全国扫黑专案行动 除了以涉犯人口贩运方向侦办 也会向上追查献上不义及诈骗等不法行事 将以组织犯罪条例扩大追查 记者徐立琴 华联系报导